上下半場分成8分鐘 上下半場分成8分鐘 但是橄欖球的規則一定是球球 不能運球 可以傳球 但是球都是要抱在身上 掉球的話就是對方的球 只要是掉球就是對方的球 怎麼樣讓對方提示提供 我們先講每組都有準備兩條袋子 等下只有口袋裡面 至少你要露出來至少30公分 因為別人比較好抓 好怎麼樣比如說在進攻怎麼樣防守 就是你要去抽人家的袋子 有球的人再去抽他喔 沒有球就是他拿到球 比如說對晨熙 然後你現在進攻好 來往前衝 然後我要抽他 喊TAG P A G TAG 要大聲喊喔 舉起來之後 這時候裁判比賽就要喊戰兜 暫停之後還是他們的球 還是他們的球 然後給他們 退回5公尺 防守的人退回5公尺 然後再繼續進攻 這邊放了 兩邊都放了 四個點點這裡 那個叫做 白色線以外的 那個叫做達陣區 有沒有看過高籃球比賽 假設這條線 你達陣的時候 球抱著 你衝過去對不對 達陣的時候要 球放在地上 快去盪 才是得分 你不能直接衝過去喔 那就是不算得分 了解我意思嗎 他說我現在要往這邊進攻 我們不能這樣傳球 這樣傳球 往前傳 那是打籃球才往前傳 我只要往後傳而已 他要傳給我 他只能往後傳 所有的傳球 傳接球 就只能往後傳 如果往前傳 就犯規了 所以這時候 就要看你們團隊的戰術 我還是一個 球一定要往後傳 第二個 球如果掉地上 就是對方的球 再來就是 如果你們那一隊進攻的時候 連續被抽三個PAC 就交換球球 當我們在交換球球的時候 比如說 邊邊裁判 他們在發球的時候 防守者 一定要退他五公尺外 才可以開始進行比賽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好來各場組長 請請 好這給球開始喔 走 走啦走啦 走啦 走啦 好來開始 加油 快點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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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快點走啦 快點走 快點走 不要走 快點走 快點走 3 3 4 8 8 8 10 11 1 9 8 11 11 12 11 11 12 你看嗎 你看 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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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好 来 走 好 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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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